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異變 我是老頭Old Man 呀,終於回來方舟異變啦,讓各位久等啦 那今天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的簡單啦 也沒有太多餘的事情要做 老頭呢,已經稍微規劃了一下這個方舟異變的系列大概可能會到 下禮拜就結束了吧 最快最快下禮拜結束 那大致上大概剩下三集還是四集左右吧 因為幾十方舟異變的內容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眼前所見的 好玩的東西就差不多這個樣子啦 也沒有多太多什麼啊 然後新的地圖可以探索 以及就是多了一些新的種類的生物 所以說其實這種系列作啊,DLC出來的這些系列啊 其實大概拍個 能夠拍個十五集就很厲害啦,是吧 哇,嚇死人啦 蛇哥哥 蛇哥哥,你怎麼了蛇哥哥 蛇哥哥 要死我,剛好排好的位置全部重排啦 傻傻,不要這樣啊蛇蛇 忘記跟各位講了,這隻蛇蛇可以盾地 丟吧 這隻蛇可以盾地之外還可以移動呢 蛇 所以我要先跳脫這個地方,太卡了 該死了,啊就這負狀幫他點一下好了 Oh my god 剛剛是什麼東西咬我們啊 算了不管了 我先整盾一下好了,待會再繼續講 哇,居然附著在這個牆壁上居然是斜的 這樣也行啊 阿 阿 阿,鑽地正在冷卻中 阿,我等一下冷卻結束 讓你們看一下,他在地底也可以移動的 阿 有沒有,超酷的有沒有 在地底也可以移動耶 哇,すごい捏 只是他的轉彎有點慢而已啊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老生長談講完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測試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哈,給你們看看 這個叫做魚龍 這個上面叫做魚框,是念框嗎 我都叫它魚龍好了啊 很奇怪的是 這個魚龍呢,我不知道是哪時候出的 可能是異變的時候出的吧 我一直都沒有注意到 是後來才發現 欸,怎麼會有這種鬼東西 結果他居然是可以拿來捕魚 想都沒有想過 居然方舟裡面的那種 成為食物來源的魚可以捕捉 還可以馴服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捕魚 應該會覺得蠻無聊的吧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我們除了捕魚之外呢 我們還要捕這個 方舟裡面的水中生物 唯一的一隻水中新生物 叫做七塞蠻 是念蠻還是蠻啊 它就是有點類似像吸血蟲 但是它比吸血蟲還要大隻一點 其實這隻也是可以捕捉的啦 就是要仰賴我們這個魚龍 魚 仰賴我們這個東西 它需要60個真菌木頭 120個纖維 可以 OK 那麼不要不囉嗦 我們就先開始蓋一下我們的魚池吧 然後再次把魚進去 水中的魚子 放在魚子裡 就行了 多一點 像是一隻牛肉 放到魚肉 然後再放到魚肉 然後再放在魚肉 就好 在魚肉 就好 然後再放在魚肉 擦到魚肉 就好 然後再放在魚肉 這隻牛肉 好啦 總算完成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開始就要做我們的魚籠 那這個浴缸 欸不是浴缸 你原來是洗澡的浴缸喔 這個魚缸呢 各位就加減看一下 有強迫症的人呢 這個地方可以先跳過 好嘛 因為沒辦法 這個地形的關係導致我非常難蓋個很整齊的魚池 所以說呢 我們也只能加減了 本來是想用玻璃 但是又覺得說算了 有實質的東西就先做 玻璃其實蠻麻煩的 我個人覺得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準備做魚籠了 那做完魚籠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開抓 好 我們來試試看呢 那個魚籠到底要怎麼抓齁 不是那個恐龍的籠 是魚籠 籠子的籠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魚籠需要什麼材料 真菌木頭 纖維120毛草 真菌的話我們目前是沒有 這邊有100個 太好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做一點 我們等一下去多踩一點真菌木頭 然後纖維120吧 纖維的話 我們手上有鐮刀嘛 OK啦 我們東西全部都擺回來好了 避免到時候需要用到很麻煩 額 這是什麼 算了 白白白白白白 阿大哥 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這個就是那個槍嘛 嘿 補血槍嘛 那5是什麼 啊 5是我們的遙控器嘛 嘿 阿6是什麼 6是肉嘛 把肉也擺下來 OK 我們先弄一下纖維齁 咱們先弄一下纖維 纖維大概弄個 1000個左右好不好 1000個左右我們就夠了啦 這東西其實不難採集啦 調一下倍率 然後拿個鐮刀刮一刮 通通都是你的 好 不要採到香菇 OK 再來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真菌木頭嘛 真菌木頭的話 要去我們右手邊這個地方 那我們 我想一下喔 騎著我們這個好了 那個 我們的那一隻勒 好 炎龍哥 炎龍哥是你 GO 真菌木頭大概在 沒看到真菌木頭 這邊聚集這麼多恐龍幹嘛啊 喔看到了真菌木頭 不過那邊有一隻螃蟹哥 弄掉他好了 愛演愛演 愛演的都先殺掉 有了 好順便看一下這有什麼 好爛東西 掰 真菌木頭我們要拿鐵斧來砍 鐵斧砍的話才會有我們要的東西 這個世界有分兩種啦 一種是真菌木頭啦 一種是一般的木頭 這兩種的功用都不同啦 所以說各位不要搞錯了 不要以為就是 一般的木頭可以用這樣子 然後這要怎麼使用啊 直接放這樣子喔 沒關係 我們直接廢話不就說 啊不對 有關係 我們還沒有我們還沒有做那個潛水服 潛水服做一下 沒有做潛水服不行啦 而且我在想說我要不要做一下魚擦槍 要是遇到 打不贏的敵人 直接弄一下給他死 對不對也是不錯的選擇啊 我們看一下我們材料夠不夠 然後 我們之前那個在哪裡 這個 五個碎石 我們碎石那麼多個 我們可以做幾個 十七個 好隨便做一做好了 十七隻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聚合物要三十個 我們剩下三十個聚合物 來 再做一把 為什麼不能做 我點兩下不理我耶 欸 缺什麼東西 為什麼不能做啊 哈囉 我們的材料都非常的豐盛 啊我知道了 做過頭了 做過頭不能做啦 我懂我懂 我們現在六隻嘛 然後我們剛剛的那個這個 變成只能做八隻 是缺什麼 缺纖維是不是 然後現在我們全部做一做 然後接下來我們這個地方呢 做潛水服 潛到水裡面嘛 深海裡頭 我們又要開始深海冒險了 其實我覺得深海是很悶的一件事情 自始至今 從以前到現在我都覺得深海是 讓人有那種優弊恐懼症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是沒有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優弊恐懼症 因為 太太窄了 你會感覺那種深海 身手不見五指的那種感覺 很優弊 很恐慌 這個感覺跟美麗水世界有得比啊 可是我覺得美麗水世界營造的氣氛應該更 應該 應該更有張力吧 因為怎麼想 他主打就是水世界啊 對不對 他就主打就是水世界嘛 那像這個方舟就主打就是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那個 恐龍之類的 所以說其實海中的東西其實 前幾次更新 最近他們是有針對海洋做一些更動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變得不怎麼積極了 不怎麼積極的在做海洋的東西 那這是在海中還可以就是抽真空 把水抽出去 變在海中生存 怎麼最近開始沒什麼消息啦 算了不管了 來吧 我們有這個東西可以在海裡面就是好好的 有那種 有那種 這個叫什麼這樣 反擊啊 怎麼可以好好的反擊啊 比較不會到說遇到面臨遇到問題就沒辦法 沒辦法反駁 沒辦法反擊這些恐龍 會很辛苦的 來吧 衝啊 我可以順便補一些像是 食人魚之類的啊 是吧 你看 哇這下面原來這麼漂亮啊 嘿 原來下面這麼的美啊 哇 鱷魚啊 才剛講而已 幹什麼東西 別逼我 這些奴劍可以回收啊 不錯不錯 這奴劍能回收啊 我想像要不弄一個近戰啊 誰咬我 食人魚 說來就來 幹什麼 來啊 來啊 食人魚是吧 我沒在怕你了 捕魚囉 來我們拿一個鐵長矛出外好了 鐵長矛放在這裡好了啦 像是不用那麼麻煩遠距離射擊 欸 欸居然 異變的水 我有 異變的水踏居然會在這麼深海的地方 他們不用呼吸是不是 哇 異變的都不呼吸了喔 直接在下面游喔 這麼酷喔 那這個勒 哇 這是福分 異變福分 會攻擊的 好像是會攻擊的異變福分 算了不管了 快走快走快走 我們隨便找一隻來抓啦 你看像是這種可愛的魚 對不對 魚這麼多 來來來就決定是你了 把它放在這裡 快點 乖乖魚過來 還是我們引個死人魚過來啊 好像沒批用 沒有人要理我 衝啊 完了 死定了 這到底怎麼抓啦 這邊再放一個 再放一個 快點 碰他碰他 啊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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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要被咬死 我要被咬死 我說真的 哥要被咬死了 我說真的 他們咬人怎麼那麼痛啊 哇哇哇哇哇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Fuck 這到底要怎麼辦啊 還是說我們給他放在這種 魚群比較多的地方 比如說像是這裡 哦 一隻 哦 他會自己這樣頂在這邊哦 然後呢 這是抓到的意思嗎 哦 他碰到之後就給他按上來 這樣子哦 就是他碰到的時候再收 再按撿起來 把他收往 你就獲得了一隻魚了 成功抓到了魚龍在哪裡啊 是這一個嗎 不是啊 我們剛剛不是有撈起來一隻 怎麼沒看見 咦 啊怎麼沒去啊 哦我們撈起來那隻跑去哪裡啊 魚呢 哦在這裡啊 然後他那邊寫裝滿的魚龍 哎 養魚時間 多養一點 我們現在在在陸地上穿這種潛水服走路很慢啊 沒關係沒關係 慢慢來慢慢來 哦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呢 在這個地方把我們的魚龍給給解開 解開他 哎 一隻魚了有沒有 有魚耶 太讚太讚了 啊 釣魚去 真的釣魚了 哇我們現在可以抓很多隻吧 好不好 抓個15隻左右 哦不要太累了啦 開玩笑的 好不好這就是我們捕魚的方式 介紹給你們看一下 異變吸血蟲的話 我不知道哪邊有啦 不過據我所知 異變吸血蟲好像在 在哪裡有啊 而且啊後來我還發現說我們這邊其實可以做一個很像叫做螢光棒的東西 這螢光棒應該是拿來探測地形跟光源所使用的廢話不然我叫螢光棒對不對 我試試看 這個叫做螢光棒 看起來很像是什麼T病毒的一個培養米的那種感覺 隨便講的 水晶兩個綠寶石一個就可以做了 我們做兩隻來玩看看好了 反正 我們也找不到嘛 哦 他做一次是給5個 所以說我們總共會有10個是不是 啊這要怎麼用 這要怎麼用 我剛不是把他拉下來的嗎 按住 哦 折一下就亮了 呀 可以丟耶 哎要是 啊又一件是折啊 然後左件是丟啊 直接丟出去也會有哦 啊又一件折的話就是 晾在手上這樣子啊 哦 晾在手上啊 可是 他如果手上拿著的話你就不能 不能直接用第三人撐了 這有點麻煩啊 這個比較適用於就是 前面一個深很深的洞窟然後又沒有亮光的時候往前丟 可以稍微看一下裡面有什麼這樣子而已 功能差不多就這樣其實還蠻鳥的我覺得 好 鳥鳥鳥鳥的功能 蠻鳥的 好不好 然後呢 剛剛老頭稍微上網看一下這個 他們的位置 他們應該不在最深層的地方 他們應該屬於在這個比較偏藍色的 藍色顏色的這個分布地區 好 那個 異變吸血 吸血蟲呢 大概在這個附近 好 不過他們也是要有靠海才有算啊 沒有靠海的話 他們不可能爬在陸地上嘛 他們應該也是仰賴水 水中為生 然後這隻 這隻斑龍我記得我們上次遇過嘛 他依然站在這裡嘛 還真是有毅力啊 毅力不搖的站在那裡耶 喔 找到了 可是我把他們咬死了 哇 好不容易找到個兩三條 我卻把他咬死了 唉 只要等他們復活了 你說是不是 我只要一隻而已 拜託啦 電慢走開 電慢也太多了吧 喔 要盪 要盪 要盪了 樹大招風 樹大招風 我看到了 七 七絲慢 那邊有三隻 刷出來了 我要怎麼做呢 引到岸上 我們先把這個有危險性的東西給解決掉好不好 比如說魔鬼蛙 魔鬼蛙都殺掉 劫略者也殺掉 把他們弄死 還有什麼 擎龍應該是不會怎樣吧 其實要抓他們其實非常的簡單啦 我們終於弄到手了 終於找到您啦 唉唷 嚇我一跳 唉唷 爲什麽 爲什麽動來動去 阿在水 在水裏面一直被拋飛阿 地震 地震的關係阿 阿 地震引力 來 我覺得我們這邊放三個好了 好不好 再來再來再來 多放一點 有希望 放五個 阿 算了 三個好了 OK 然後呢 我覺得我要撞一下挖鋪阿 這樣才比較 才有比較快阿 好 有了 西斯曼 安康宇 該死了 安康宇在那個地方 該死了 完蛋他來了 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走開阿 也知道要跑是不是 好了 我們的吸血蟲哥哥呢 唉唷 這青蛙好噁心喔 我們剛不是看到三隻嗎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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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螃蟹不要來阿大哥 求你了螃蟹 嗨你好 喔 來了來了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 這邊是怎麼突然來一隻陳咬金 螃蟹來了 完蛋了完蛋了 先把螃蟹弄死好了 又越近了 快點拉 把他弄死阿 最後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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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再來就是什麼 燈籠魚沒有要來 我們那邊有一隻 嘿 小陶俏 這一個呢 它一樣跟吸血床會附著在你身上 唯一解除的方法 不是吃藥 有沒有 唯一解除的方法應該是用火 用火去燒它 它就會掉落了 好不好 呃 我們炎龍在這邊嘛 來了嗎 來了嗎 走開啦 就跟你講不要來 走開 講不聽你 來了嗎 有了有了有了來了 龍子 龍子送上門來 乖 請你乖乖的過來這個地方 非常好 我們快要捕捉成功了 會不會太淺它上不來 來了來了來了 這個小陶俏 欸 快過來 讓我抓抓 嘿 聽話聽話 聽話 哎喲 入手了 哎呀 小陶俏 OK 我們到 抓到了一隻了齁 我那邊有一隻隱形的炎龍 居然不會想攻擊我欸 欸 怎麼又一隻 我給你們看一下它被吃掉 它被咬是長什麼樣子好了 咬我啊 來啊 欸 為什麼它咬不到我 欸 咬了 吸到了 有沒有看 我現在正在不斷的扣血啊 五百多秒左右啊 我看我扣多少啊 你看不要這樣吸起來 我右下角有沒有看到 這個牙齒超多顆的 我看一下我扣多少 其實扣很慢欸 基本上是扣不死啊 好不好 我們成功抓到了 我們把剩下兩個收起來吧 好 把剩下兩個收起來 我們先回家一趟 這麼小隻的生物真的是很不起眼啊 我是還蠻希望官方 欸 為什麼它死掉 餓死了嗎 我們抓到魚死掉了 所以我沒有給它丟肉給它吃是不是 哇 為什麼 哪裡管欸 為什麼死掉了啊 算了不管了 哇 它狂咬欸 解除的方法除非 呃 有兩種吧 一種是 別人幫你從它身上拔下來 另外一種的話 應該就是用火爐了 好不好 我記得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 來 生火一下 快生火啊 丟過來啊 生火 然後上去 它就死掉了 噢 它就消失了 好像真的死掉了 輕輕燒一下就掛了 有沒有 那我們的魚為什麼死掉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總之就是我們終於抓到了 我們這隻吸血蟲了 把它放出來一下 放出來基本上它就是我們的了 然後它也不會攻擊我們 好 它就講這個樣子 看見了沒有 阿娘喂 魚的 魚的身體 然後那個蠻 那個吸血蟲的嘴巴 這個是異變的啊 這應該是蠻魚跟吸血蟲的合體啊 然後好像不會餓死的樣子啊 它怎麼沒有顯示血量啊 叫的動嗎 欸 叫的動欸 有啦 血量在上面40滴 然後看一下可以幹嘛 設置採集 它會幫我們採什麼啊 它會幫我們採那個 採血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它可以採什麼 血塊嗎 我們這邊沒有什麼野生生物啊 所以沒辦法對它做什麼 做什麼一些研究 總之就是我們的七塞蟲 七塞蟲 我的天啊 今天整集都在那邊蠻來蠻去的 塞來塞去的 搞到頭一個頭兩個大 我們下集的內容基本上也是抓蟲啊 但是呢 我覺得會比這個有趣多了啦 好不好 那今天差不多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也沒什麼 就是這個樣子 就讓你們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好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方舟一遍再見啦 掰掰